六亲不认的步伐爱谁谁的眼神 出场方式炫酷炸天 结果第一回合就被对手一拳致好失眠 又是喜闻乐见的名场面 我们今天继续回顾拳击擂台大型翻车现场 这个小伙子叫乌斯曼艾哈迈德 是一位被拳击耽误的舞者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这小步伐精神小伙看后都自愧不如 他只要一出场立马成为场上最亮的仔 从后台一路嘚瑟到拳台 骨子里透露着与生俱来的自信 不要问他战绩如何 小伙从2006年到2016年纵横江湖十年 杀出八胜九负的战绩 你没听错 八胜九负 胜率还不到五成 另外他的职业生涯从来没有KO过对手 倒是常常被对手KO 输多赢少 小伙气势不倒 对手入场的时候 他还主动上前挑衅 来了一番亲密的互动 看到这是不是想起一个人 那就是已经退役的拳击王子纳西姆哈迈德 那位曾经拳坛最欠揍的男人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模仿 乌斯曼艾哈迈德跟拳击王子风格相似 可两个人的实力是天差地别 拳击王子的战绩是36胜一负 是前WBO WBC RBF三大拳击组织的世界拳王 一个是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 一个是我看不惯你又干不掉你 这场比赛小伙的对手是阿什利 塞克斯顿 人狠话不多 塞克斯顿全程一言不发 两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赛开始后 塞克斯顿就牢牢占据场地中央 几记有效的右手摆拳命中 艾哈迈德 首回合刚刚过半 艾哈迈德就被打的开始缠暴 跳舞两小时比赛两分钟 有意思的一幕随后就来了 塞克斯顿一记后手重拳 结结实实命中 艾哈迈德 舞蹈小王子直挺挺的倒地 半个身子都摔出了拳台 裁判连独秒都省了 直接终止了比赛 并且在第一时间上前 抠出小伙的牙套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